在互联网时代,互联网企业跑马圈地,似乎都是一个套路,先给大家免费的午餐,等企业做大做强,要话语成了就开始收费,不管是微信,还是支付宝都是如此。 比如微信支付早在2015年10月,就宣布转账收费,每人每月享受2万免费额度,超出部分按0.1%收手续费,2016年3月起,虽然停止转账收费,但开始提现收费,按提现金额的0.1%收取,每人免费额度只有1000元,而支付宝呢? 在微信提现收费之后,曾一度表示没有收费计划,但半年后就宣布从10月12日开始,也按提现金额的0.1%收费,只不过还算厚道些,每人免费额度有2万元,还能通过蚂蚁积分增加免费额度。 而最新消息是,微信又开始宣布一项收费,8月1日开始,使用信用卡还款功能的,将按照还款金额的0.1%进行收费最低0.1元。 也就是说,你还1000元,就要收1元手续费,操作时直接支付1001元。 事实上,关于微信信用卡还款收费,从2017年底就开始实施了,只不过当时有收支免费额度,每个人每个月是5000元,超出5000元的部分,才按照0.1%收费。 至于原因,微信方面是表示,每一笔还款费后,都会产生支付通报手续费,都是自己投入成本在补贴的。 不过眼内人士表示,这个国银行不备,因为信用卡还款业务通常由法抢行来决定,对第三方还款业务,一般是不收费的。 至于微信收费的主要原因,两分钟金融是这样认为的,虽然财富通用户数量不少,但年轻却没有支付宝那么强,因为用户社交属性明显更强。 于是微信一直想把用户往商业需求方面转移,将更多资金停留在体系内转动,而不是作为一个通道在使用。 当然,这只是猜测而已,不过通过收费这种方式来增强年性,对于部分用户来说有点流氓。 而假设支付宝不根据收费的话,在去年底微信宣布信用卡还款收费之后,支付宝曾表示目前是免费,未来谁知道,使用微信信用卡还款的用户,减少是必须的。 像两分钟金融,原本都是用支付宝还款,后来余额保限购后,又转用微信信用卡还款,由于每个月信用卡账单都不超过5000元,因此都不用支付手续费。 而从8月1日开始,就要掂量下新的还款方式了,毕竟在银行都在走免费路线的今天,换个平台就能省手续费,何必浪费这点钱呢?